字幕 李宗盛 Hello 我叫Anton 我第一位最后悔和最恶得的人生 我想是这个 因为是我帮人增身 那我当时就想着试 但是一试之后 我没有帮人增身 那現在怎樣呢? 我的朋友就說,哇,你這是什麼來的 所以非常後悔 還有我選錯位 講起最正式的第一個紋身 應該是這個 這個是不夠特徵的Marcus 因為當時他說,要紋回紋身師最擅長的東西 因為原本這個是Michael Jackson,MJ的人像 我不知道什麼叫做黑灰 就達到純身 第一個模擬是紋身三能分水 這個我也是Michael Jackson 是歌詞來的 MJ,MJ也是Michael Jackson 這個是Alpha 如果到時我兒子想紋身的話 紋了這個先,或紋了MJ才才紋身 一個家族傳統 那二號仔就是一個控訴人墮胎 所以做一個負責任父母,不要墮胎 就是第二的 就像是我哥哥對下的弟弟 這個是forgiving 本來是打算哄一個很疼愛我的一個朋友 一個家人,但是最後都趕走了 那這個是個最後悔 還有最...不想要這個位置在這裡 因為太大力氣了 拍到這個邊,我經常覺得 拍到這個邊在中文之道 頸上也有一顆色仔 本身那顆色仔是不跟排序的 另外有625 是象徵著Michael Jackson的死記 也是色仔 代表運氣是我追夢的一個... 雜色的一個決定 因為沒得計,沒得預計 那麼這個,1816是一個... 認識了很久的一個朋友的家人 MJE MJE是Michael Jackson 周杰倫 Eason JB呢 509 我經常都覺得 Michael Jackson和Justie Beaver在一個世代交召 但是JB就很可惜 是不是忘記自己的初衷 那509問我就是 有沒有下一個可以繼承到Michael Jackson這種傳奇人物 這個就... 一個Advangers 他們原組級6個人的logo 裝在一起的 這個呢 Whatever 是我的YouTube Channel名 那這就是我的紋身 OK